现警察局刑警大队日前在网路巡逻时 发现有毒贩真是好大胆 竟然在网路软体中使用代号真三队的名义 公然在网路上贩卖新兴毒品 而刑警大队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并相约在吉安面郊当场人赃据获 而两名毒贩征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而真三队长已经法院羁押警戒 花莲行大科针对网路巡查时 发现一名网友账号名称是花莲行大真三队长 连头贴都是刑警紧张 在排除同源涉案可能后 先加入对方位好友经交谈后 号称刑警队长的男子 竟然向远警都受三级信心毒品彩虹烟 双方相约在吉安面郊当场逮捕两名毒贩 起出毒品 花莲县刑警大队网路巡逻 发现毒贩假冒真三队名义 透过通讯软体贩毒 立即展开调查及内部清查 经调查发现 刚成名之阳性及王性犯贤因承犯毒品案件 遭本局刑大真三队调查 听闻真三队查气毒品 盛名在外 认为假冒真三队刑警的名义在外贩毒 就算被发现也不会被抓 所以分别假冒真三队队长及队员 认为警方看到是自己人就不会抓自己人 没想到惨遭真正的刑警 科针队查货 并查扣正要出货贩卖的彩虹烟四支 及贩毒所得新台币一千元整 警方征讯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征办 花莲行大真三队声明远播 语破重大刑案 不过 队长张曙光得知有人冒名贩毒 让他啼笑皆非 而警方强调 会持续强化各类查击毒品工作 积极展现反毒决心 记者综合报导